南罗县政府计划要在国道6号国信交流道 乔耸云天的下方新建绿雕公园 而和设计单位多次沟通之后终于是成型了 并且透过县务会议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这整体是以优质观光环境 展现在地特色还有综合地方产业为设计的理念 县府表示经费也已经准备到位了 将会请设计公司尽速完成 让国信乡成为国内旅游的新景点 国信交流道的乔耸云天充满特殊美感 为了创造这个景观的附加价值 南罗县政府规划在下方空间新建绿雕雕园区 经过了多次和设计单位沟通 有了进一步的成果 那么就是绿雕部分现在已经规划完成了 那么今天特地提到我们县路会议 来向我们所有的局处长做个报告 做个说明 请局处长能够提供意见 今天我们县政府的局处长听了之后 大家提了非常宝贵的预见 相当的勇烈花言 根据简报内容 绿雕公园的设计理念 将展现优质的环境 在地特色和地方产业 入口广场则以糯米桥作为意象 错黑熊石虎等大型绿雕 还规划各种花雕造型 并且设立农特产展售区 目前县府已经准备了 两千多万的一个经费 已经ready在那边了 我们也希望顾问公司 尽速的提出他们的规划方案 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尽速的发包 加会我们的民众 在国性巷有一个 绿雕园区的一个景观的一个亮点 县府表示 透过县务会议 针对局处长的建议进行修正 希望让园区规划更为完善亲民 目标也希望在年底前 完成绿雕公园 让国性巷有新的观光亮点 记者 林云新 南好县 采访报道